光复乡太巴朗部落连续十多年举办放天灯祈福跨年活动 今年参加人数暴增两倍之多 在疫情之下部落族人的新年希望呢 大部分都是写着希望疫情消散大家安康 也呼应了当今的时事 倒数321写着满满心愿的天灯冉冉升空 陪衬着族人彼此的祝福声归别2021 共同迎接2022新年的到来 也由于今年受到了疫情影响 疫情退散身体健康平安等等 也就成了部落族人最多的新年愿望 疫情不要再扩散了 然后大家都能够回归正常生活 赚大钱 身体健康 大家都健康 工作都顺利 不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太巴朗 全部的平安 不要有疫情不要进来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连续十多年 办理放天灯祈福跨年活动 不论是最初的部落协会 到后来曾有阶层 曾接办理 团结部落 凝聚部落相信力 始终都是不变的活动宗旨 因为是常态的活动了 所以有很多在外地的族人 也很自然的会回来参与这个跨年晚会 那透过我们这次的活动 希望我们部落能够都团结 然后一年比一年好 也因此太巴朗部落这一项释放 旗不天灯 跨年活动几乎已经成了部落族人的跨年仪式 尤其今年有绝大多数都是全家一起来欢聚 现场宛如小过年般的热闹非凡 也希望我们太巴朗部落能够更团结 更努力为家庭为个人为部落而努力 今年我们参加这个跨年晚会的人数 暴增比去年多了一倍的人数 已经高达两千多人 所以也要非常感谢我们部落的游子 能够回乡下陪伴我们的家人 陪伴我们的部落 充满跨年仪式感的放旗不天灯 祝福之后紧接着就是一连串的摩采大家乐 地方各界捐赠摩采品丰富多样 还有部落族人这发新的表演活动现场互动 新的一年太巴朗部落充满了活力朝气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